為了維護文化古籍建築 預期地區農會在2019年就積極推動 爭取號稱玉里總統府 擁有百年歷史的信用部舊建築 農會和縣政府文化局 耗費三年時間 終於完成了建築歷史文化調查 並且在上個月向文化部提報說明 獲得了正面回應 農會總幹事蔡宗翰深知 讓玉里總統府在線風華制度 是艱困難刑的 不過他們會繼續克服往南 按部就班要逐年完成 從2019年起 玉西地區農會 歷經三年時間的調查 老舊照片文史資料的收集比對 終於完成玉里總統府建築文史 及重建修復的重要性 並且在上個月 向文化部交出票量成績單 從106年開始 就透過文化局跟文化部 申請歷史建築的活化運用 它總共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歷史背景的研究 第二個就是設計規劃 第三個階段才是施工 那目前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 歷史背景的調查跟研究 那所以前兩天來這邊做了一個報告 那最主要的研究的部分就是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安全性 第二個是它活化以後的價值 從第一階段的調查中 玉西地區農會也發現要讓這一棟百年歷史 且為文化古蹟建築的信用部 舊建築物 重新拨雲建日 不論眼前工程技術或經費上 都是期待克服的關卡 再者文化部這項競爭型的補助計劃 對偏鄉且資源少的農會來說 這條路走起來格外的困苦艱辛 今年我們這進度完成 明年會送文化部那邊 後年我們就可以提第二個階段的計劃 那我們希望說 它能夠盡快通過文化部的審查 然後讓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 秉除西部台北宜蘭地區 由於花東兩地 目前就僅有一席地區農會 這一棟就信用部建築仍保存著 因此這不僅是農會 地方各界也都萬般期待 中安市蔡宗翰爭取推動修缮的腳步 從未停歇 現在玉西地區農會 即將邁入第二階段修缮規劃 蔡宗翰有信心 並指出 若沒有問題 明年年初渴望提報文化部爭取推動 誓言要讓玉璃總統府再現建築風采 記者石玉蘭玉璃正採訪報導